1975年4月30日早上 7时53分 一架美军武装直升机 从美国驻南越大使馆的屋顶起飞 接走了最后一批海军陆战队员 这意味着美国从越南战争中彻底抽身 学到教训而又被遗忘 分歧被弥合 接着又被扩大 旧的秘密被人揭露 而新的秘密被人藏起 对于很多经历过越战的美国人来说 这是一场无可估量 无法挽回的悲剧 美国是以秘密的方式介入越南事务 并在30年后以失败告终 让整个世界有目共睹 这一切都开始于光鲜体面的人们 满怀真心却又严重误解 以及美国的过度自信和冷战误判 而他如此拖延 则是因为蒙混过关 似乎要好过承认 他是两大政党 五位总统造成的悲剧性决定 在越战结束时 有58000名美国士兵阵亡 至少25万南越军队死于这场冲突 100万北越士兵和越共游击队员死于其中 上面的两段文字 来自于2017年 肯伯恩斯与林恩诺维克的纪录片 《越南战争》 用十几十八个小时的篇幅 完整记录了关于这场战争的来龙去脉 尽管是以美国人的视角出发 来审视这场彻底影响深刻改变美国社会的战争 这其中夹杂着痛苦的回忆 血腥的杀戮 记录片中不但邀请了美军老兵 家属 还有CIA 国防部雇员和战地记者 以及南北越双方的军人与政府官员 以不同立场出发的各类人士 来回顾这场百年越南民族独立斗争中的高潮篇章 1856年 法国远东舰队借口越南处死传教士 炮红献港 三年后 法国殖民者占领西共 1885年 随着中法战争的结束 越南彻底沦为了殖民地 尽管法国人将自由平等博爱 视为法兰西共和国的核心价值 但残暴的高压殖民统治 将越南人视为奴隶般的低等种族 激起了越南民众坚定的反抗斗争 这种渴望独立的民族主义情绪 是后来南北越不同人群的共同特征 1919年1月的巴黎和会期间 一位叫做阮爱国的越南年轻人 带着一份情愿书 来到美国总统威尔逊下榻的酒店 希望其支持越南独立的诉求 威尔逊的《十四点和平原则》中 就包含着越南人极力可求的民族自觉 以摆脱半个世纪以来 法国的殖民统治 这份情愿书大概率被秘书当成了废纸 而这个瘦弱的越南青年软爱国 二十多年后给自己换了另一个化名 那就是胡志明 出生于1890年的胡志明 在其15岁时便参与反法活动 20岁成为海员 开始了流亡生涯 游历过法英美等诸多国家 做过伙夫 国庐工人和园丁 1920年胡志明加入法国共产党 后来受邀前往莫斯科学习 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时期 胡志明便是苏联方面派驻中国的翻译 上世纪三十年代由胡志明建立越南共产党 与此同时越南另一派反法势力 越南国民党由于内部分裂 以及法国殖民者的强力镇压而逐渐示威 1940年随着纳粹德国占领巴黎 日本趁机入侵控制了越南全境 但白人殖民者统治的结束 并没有意味着越南的独立 1941年5月 胡志明遣回国内 于高平省北坡村召开会议 决定进一步扩大独立民族游击战争 成立越南独立同盟会 简称越盟 为了打造和领导革命武装 胡志明找到了历史老师五元甲 在中国国民党的资助下 负责领导越盟军事委员会 后来作为越南军事力量的总指挥 丛林中的游击战术 让美军吃尽了苦头 1945年随着太平洋战场上 逐渐明朗的形势 美国人开始寻找越南战线上的盟友 CIA的前身OSS SS战略情报局 在越南首先接触的便是越盟 并给游击队提供武器和军事训练 胡志明赞扬美国是民主的捍卫者 相信美国能够帮助越南实现独立 1945年8月 就在日本投降的前夕 胡志明发出呼吁 动员全体越南人 接管全国各地的城镇 以免法国殖民者卷土重来 1945年9月2日 胡志明现身河内 在数万人的广场集会上宣布 越南独立 罗斯副总统在世时也曾经许诺 战后将会尊重所有民族选择 其生活所处的政府形式的权利 然而其继任者杜鲁门 面临着不同的形式 二战结束后 随着美苏同盟的解体 东西方冷战的阴云笼罩世界 戴高乐甚至威胁华盛顿 如果逼迫法国放弃越南殖民地 那么法兰西只能选择倒向苏联 美国为了维持中立的立场 由中国国民党接管北越事务 南部则交由英国军队管理 然而这种所谓的中立与平衡 并没有带来预想中的和平安定 越南各派在西贡街头 不停上演着暴力冲突 战略情报局派驻西贡的指挥官 28岁的彼得·杜威忠孝 协助越盟同法国人进行谈判 致力于接触各方平息矛盾 甚至引起了英国驻军的敌视 然而1945年9月26日 杜威忠孝在前往机场的途中 被越盟武装人员误认为是法国人 惨遭击毙 一周之后 法国军队便进驻西贡 1946年 胡志明曾前往巴黎 试图劝说法国当局承认越南的独立地位 但这一切都是徒劳无功 在1946年的河内冲突中 法国军队将越盟击溃 胡志明、五元甲等人转移到城外 回到北部偏远的山村发展武装 筹划发动全国范围内的游击战争 法国殖民者展开了各类绥靖行动 但手段依旧血腥和残酷 劫掠村庄、奸淫妇女 虽然占领了越南绝大多数城镇 扎根农村的越盟武装力量却逐渐扩大 随着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 越盟获得了源源不断的武器援助 以及中国军事顾问团的指导 在美国以及越南人士眼中看来 越盟的革命手段也同样血腥 为法国殖民者效率的官员或士兵 一旦被抓获 简单审讯后即被处决 此时的美国站在冷战的视角上出发 为了遏制越南的共产主义 不再保持中立 由杜鲁门批准拨款2300万美元给法军 朝鲜战场爆发激战后 杜鲁门对于法军的秘密援助 悄悄提升到了3.36亿美元 1951年秋天 一位年轻的麻省议员来到法国控制下的西贡访问 法军指挥官向这位年轻的议员保证 只要美国继续扩大援助规模 法国很快就能恢复越南的秩序 然而这位名叫肯尼迪的年轻议员 随后从记者那里听到了不同的声音 法国在越南的行动一路败相 那些曾经亲美的越南民众转而鄙视杨基老对于法国的支持 1953年艾森豪威尔成功竞选总统 其副手尼克松在电视上向民众演说 美国在东南亚支持法国的原因 及著名的多米诺骨牌理论 如果越南和老挝沦陷 接下来赤潮便会席卷泰国 菲律宾和马来西亚 从1946到1953年的7年时间里 法军总计付出了10万人阵亡 更换6任指挥官的代价 依旧没有能解决越南问题的迹象 尽管第七任指挥官亨利·纳瓦尔信誓旦旦的承诺 胜利就在眼前 然而在巴黎街头的左派民众们 将法军在越南的行动称之为肮脏的战争 十几年后 似曾相识的画面出现在美国 军警同年轻的抗议者爆发了激烈的冲突 1953年板门殿签订的朝鲜停战协定 让美国人认为越南也可以参照施行 以遏制共产主义的蔓延势头 于是希望越盟与法国进行和谈 赫鲁晓夫也希望缓和冷战的气氛 双方为了拿到更多谈判筹码 决定在和谈之前再打上一场大仗 法军总指挥纳瓦尔将军命令 在越南西北部的山区电边府 依靠空降部队建立坚固的据点 依托强大火力和严密攻势 作为战术诱饵 大量消耗越盟实力 此一开始之前 法军从上到下 认为越盟缺乏重武器和攻坚战经验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进 越盟动员25万民工搬运中国支援的重炮 架设到电边府周边的山林隐蔽处 1954年3月13日 电边府战役打响 越盟以接近每分钟50发炮弹 倾泻发射到被围困的法军阵地上 越军用援助得来的高射炮 令法军空投部队损失惨重 战前轻敌的法军炮兵司令皮罗 曾不相信越军能搬运重炮穿越丛林 最终自杀身亡 电边府被围困的1万名法军 只能以空投的方式 获得人员和物资补给 面对岌岌可危的形势 艾森豪威尔绕开国会 下令美军秘密加大空投力度 但跑道早已被重炮摧毁 大型运输机无法起降 那么空投无异于杯水车薪 1954年5月7日下午 在被围困了55天之后 幸存的法军最终选择投降 近2300名士兵阵亡 5200名士兵负伤 即便付出了三倍于法军的伤亡代价 电边府战役 依然以越军的大获全胜 法国殖民统治的结束而告终 这场胜利大大鼓舞了越盟的信心 即便是与之敌对的南越官员 出于民族情感 同样觉得自豪与钦佩 然而另一方面则是恐惧和不安 担心将来的南越 无法与胡志明的军队抗衡 1954年联合国日内瓦会议召开 在中苏两国的劝说下 胡志明同意 越南以北纬17度线为界 分割南北 法国军队将全部撤离中南半岛 同时在南方的越盟部队撤回北方 南北越将在1956年进行选举 实现统一 当时没有人曾预料到 直到20年后 越南的统一进程才画上句号 此时的南越政府总理 为天主教徒吴廷燕 艾森豪威尔政府曾在1955年 一度试图放弃对此人的支持 当时控制西共的另一股力量 叫平川派 于当年4月28日试图发动政变 但一周后被吴廷燕的军阵镇压 美国人别无选择 只能继续同吴进行绑定 吴廷燕登上大位之前 南越还有一位法国人扶植的宝大皇帝 但随着法军的战败撤离 便很快离开了历史舞台的中心 1955年10月 西共举办君主立宪公投 吴廷燕依靠舞弊 得票率高达98.2 借此宣布越南共和国成立 吴廷燕自己当选首任总统 随后宣布日内瓦会议商定的 1956年南北越统一选举不再举行 在吴廷燕掌权之初 美国驻西共的外交官便认为 此人傲慢、狡猾、独断专权 恐怕不是美国人理想中的代理人 但随着冷战以及反共形势的发展 美国人转变了态度 阶级与吴廷燕合作 加大力度对南越进行军事援助 派出大批军事顾问帮助南越建立美式军队 即南越国军 不过美军顾问大多是朝鲜战场的老兵 其训练方法并不适用于对抗 北越日后进行的游击战争 从50年代末期开始 吴廷燕政权在美国支持下积极反共 一旦落实身份立即执行处决 北越一方面进行生产建设 开展土地革命 另一方面既然和平曙光不在 积极筹备力量进行军事斗争 接着越蒙派遣游击队 通过老挝境内的崎岖山路进入南越 后来这条路径被美国人称之为胡志明小道 针对吴廷燕政权的暴力活动逐渐上升 1957年7月的一天晚上 越蒙游击队偷袭了西贡东北部的边河市 两名美军顾问被当场击毙 这也是越南战争中最早死于敌军火力的美国军人 时间来到1960年11月 43岁的约翰·肯尼迪在竞选中以微弱优势 战胜了共和党候选人尼克松 成为了美国第35任总统 其副手为林登·约翰逊 不管是肯尼迪还是尼克松 都在竞选中承诺要巩固反共阵线 但此时大多数的美国人并不关心 越南正在发生着什么 随着南北双方暴力活动的逐渐升级 1960年12月 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成立 旨在推翻吴廷燕的傀儡政权 实现越南的武装统一 虽然其与北越的人民军同由劳动党领导 但在名义上 南方民族解放阵线 其直接领导机构为劳动党南方局 而此时的南方局书记名叫李笋 一个被认为意志坚定且精明的干部 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及其军队 后来被西贡和美国人灭称为越贡 Viacom PBS纪录片越南战争的第一级标题 取名为Deja Vu 及四层相识或集市感 美军后来在越南战争中的迷失 某种意义上来说 重蹈了法国殖民者的覆辙 这两场战争对于美法来说 都打成了久拖不绝的天游战术 对胡志明的军队缺乏足够清醒的认识 严重低估了越南民族独立与国家统一的决心 而绕开国会秘密干涉越南事务 不仅是林登约翰逊 以及尼克松的专利 这种做法从艾森豪威尔时代便已开始 非常有意思的是 这部纪录片中导演采访了两名越南工之 借由他们之口强调战争中没有胜利者 只有破坏和毁灭 越南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但是否值得这么多的牺牲 历史自会做出评价 显然在今天的中文互联网上 不乏这样否定历史 解构革命的言论 又何尝不是一种死曾相识呢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视频的内容 欢迎收看并订阅我的频道 我是张馆长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